一号女嘉宾带着神秘礼物登上选择舞台 可能即将面对的这一份陌生的人给她一份礼 一号 主任你好 你是那种爱吃的款吗 是 就爱吃她带的那个 靓丽的她究竟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我觉得做财快的吧 我觉得应该是做行政的吧 职业是初中的生物老师 猜到了吗我们两位男嘉宾 一号女嘉宾闺蜜的出现 让场上局势发生变化 一号二号先生 我们闺蜜也是单身啊 我觉得还不错 刚才说丽专不错呢 到底谁不错呀 我觉得她这种犹豫 就已经说明了一些答案了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出于礼貌性 她怕咱们台上的这位女嘉宾 觉得有一些的尴尬 所以她其实是不是想说 她倾向于台下这位女嘉宾 你准备好上来见谁 见闺蜜 二号男嘉宾 张人这个类型的 你喜不喜欢呀 挺喜欢的 我希望上去 想上来 对想上去 面对爱情 她们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现在在你面前 是一号和二号男嘉宾 张人可以选择一个 到台下去做一个 更深入的沟通 她们的友谊 曾经历过怎样的考验 她一直是这个状态 很坚强地忍着眼泪 然后我说我替你哭 真的 二号女嘉宾的出场 是否会让场上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挺好看的 是不好意思的了是吗 有点不好意思 有点红了 真的 一切精彩 尽在今天的选择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选择 今天呢 我们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所以这样的一期节目呢 一定是充满了欢乐和惊喜 那接下来赶快认识下 今天到场的一号女嘉宾 掌声有请 欢迎你啊 首先您好 马杰老师您好 王爷老师您好 王爷老师您好 谢谢谢谢 你见着她 你就不能拿东西 怎么你就谢谢让她给拿走了 是吃的吧 对 您瞅瞅 吃小甜蜜 可能是自己精心做的吧 哪摆的呀 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是拿铺路干做的吗 不是 是那个枸杞 还有 黑家轮饭 点心 没做过 这个挺你有技术含量的 好 我得问问 我们关上市的几位男嘉宾 一号 主任您好 你是第一号 去哪儿 转发 我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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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年级就最开始认识生物 然后比如说微观的最基本的细胞构成的 我们来显微镜观察 就是最开学刚开始就我们学的这一些 现在一般学生在多少人呢 我们班生量还比较大 四十多 四十多你震得住这帮孩子吗 目前感觉还好 遇到不省心的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低落啊疲惫啊 确实经过几年的历练啊 上课的状态和课下还是不一样的 课下我也很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啊 然后交流沟通 但是课上就不是 课上你需要有一个老师的这种融入课堂的这种感觉吧 因为我也在大学工作 我们可以一块出去玩吗 有孩子的假吗 你也算跟他同孩啊 对 老师这个工作还是挺规律的一个工作 那你说咱们是有时间谈恋爱的呀 因为我本身对自己还算是要求有一些高的 就是我会觉得我在做这个件事情 我还是尽可能把它做好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活还挺多的 其实那会是没有时间谈恋爱 对 感谢观看 你不想再说别的 就分手嘛 这个很正常的 今天好像亲友团来了 是吗 是 我爸爸妈妈和我的闺蜜 哎呦 全家总动员啊 对 你好叔叔 你好 闺女来选择相亲的 这是您的主意吗 是 她自己也有一定 她妈也有一定 我也在 希望她找到合适的伴美 你肯定是来给把关的吧 所以我们的一号二号男嘉宾 知道从哪儿入手了吧 叔叔好 谢谢 你看多机灵 这孩子 这个 咱叔叔长得帅不 非常帅 这个 我们还没见到您本人呢 觉得那个 这个叔叔跟您这个在颜值上 肯定比我高 哎呦 你看看 会夸人哈 多得是看看这女孩了 阿姨来 你好 你好 对你找个什么样的这事 您的叔叔 这倒是好大物 我就是参谱他 主要看他自己 您都没意见 我没意见 万一带来一个你们不太喜欢的 喜欢 他逮什么 我的喜欢 你妈的意见对你很关键吗 很关键 而且我觉得我妈是那种 眼比较毒的 只要看一眼就知道 哎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 能过我妈那关的 绝对是非常不容易 你闺蜜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啊 她是个 很踏实 挺有理想的 我觉得 然后挺可爱 挺活泼的 对对对 生活当中很喜欢做一些 美食啊 然后做一些像刚才的小点心之类的 你就吃过什么 我看过 我看过 他这个手艺留给之后的男朋友吧 你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 没有啊 你多大了呀 我28岁 他27岁就来了 你28岁为什么不来呀 有点紧张 还紧张呢 先看看他怎么样 是希望他先有一个安定的这个状态 他闺蜜长得真漂亮 实话 这闺蜜觉得怎么样 我更偏向 闺蜜啊 我问我们关键室的两位男嘉宾 一号二号新娘 主持人你好 嗯 这个你看我们闺蜜 也把我们绿娟夸的啊 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子 不过我们闺蜜也是单身啊 我觉得还不错 不错 不错是怎么不错 刚才说绿娟不错呢 他这么说绿娟不错 到底谁不错呀 一号 语言又止啊 到底谁不错 这事必须说清楚了 钉是钉 锚是锚 那个我觉得他这种犹豫 就已经说明了一些答案了 哦 你看出什么来了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出于礼貌性 他怕咱们台上的这位女嘉宾 觉得有一些的尴尬 所以他其实是不是想说 他倾向于二 就是台下这个女嘉宾 不可能 我个人认为是 我觉得不可能 是吗 哎哥们你是这意思吗 呃 说实话 您说的有点道理 等一下吧 哇 了解男人吧 嗯 我们一号男嘉宾 原来最翁之翼在这儿啊 最翁之翼在闺蜜 肯定 要得力争一下啊 毕竟得看对方女孩子 什么选择 那样真喜欢 那就没辙了 俩人一块竞争呗 听这个消息 会有点小伤心吗 没有 为什么呀 你还没有见到一号呢 对对对 我还没有见到他呢 没有太多感觉 然后既然他觉得 我好朋友好的话 恭喜 意外吗 因为我带他来 就是本身就是希望他 嗯 是吧 也遇到合适 我要是这个闺蜜 我姐妹要在上面录节目 我直接就pass掉 这个男人我连见都不会见 为什么呀 如果是我的话 因为是这样 我是我给我姐妹来录节目 但是公平啊 不是公不公平 你没有考虑到 站在一号女嘉宾的 他的想法 知道吗 当然 就是他心里肯定会不舒服的 肯定会有 但问题就来了 你看 两个好姐妹 来我们选择 你本来是陪着他的 现在就出现了 这个男嘉宾 一号男嘉宾开始偏向于您了 做好准备了 要选择吗 还没有 来说说你的基本情况吧 嗯 我叫张燃 今年28岁 然后 嗯 本科毕业 在公司做行政工作 哎 那你们俩为什么成了闺蜜呢 我俩是高中院生学员 然后社友 哎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那如果两个人同时对一个男孩子有好感 这个事可怎么办呢 我俩应该不太可能 可能喜欢的类型不太一样 你喜欢哪种类型 孙岛还是年轻手的马老师 应该是马老师这类型 孙岛 太受伤了 但是我比马老腿 真的 比马老个子 我把那鞋脱下来 有空 哈哈哈哈 二号男嘉宾 那现在麻烦你 歪头看看你身边的一号 哦 看 正在看 啊 你觉得一号像孙岛那个类型 还是年轻时候的马老师的类型 你听我看他 像孙岛 我比他正经点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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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像不像我那单说了 你补这一枪子够狠的啊 我告诉你啊 你好你好你好你觉得你自己偏哪种类型啊 偏孙岛和马老师之间吧 那就是马老师 太像 哈哈哈哈 不是他那意思是说呀就是他也很活博但是又没有这么贫 然后呢又有马老师的知性但是又没有马老师那么闷人家是完美的 哎这种行吗 这种 嗯挺好的 挺好的啊 咱们都请上来吧 咱不等了好不好 来来来 一号男嘉宾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上来见谁 呃 点闺蜜 那你赶快跑步上场 好吧 来 咱俩这还没见呢 就是鞋子让人弄走一个了 哈哈哈哈 咱俩坐不迭路了 我们请上 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一号男嘉宾 孙杰 二未婚 北京人 职业 人体资源管理 啊 这个在场观众们做个见证啊 就我们俩站在这儿 谁长得更帅 你应该喜欢这个小伙子吧 小伙子长得多帅啊 来一号 他哪谁帅 孙岛帅 当然 好好说啊 没关系 孙岛帅 哈哈哈哈 孙岛帅比我强啊 没人说我呢 不过哎哥们儿 给你个增加信心的话 这刚才我刮扎到一个细节 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到 刚才咱们开玩笑嘛 和谁帅的时候 这个一号女嘉宾毫不犹豫的说我算 是吧 然后但是 但是啊 一号女嘉宾的闺蜜 还是在我的威胁之下 勉强的风柔乱 我逼你 是吧 孙岛帅你还是有希望 我跟你讲 你得先巴结立军 巴结完他了 那个就好说话了 我说不成 你可很难过关 他既然是女嘉宾的那个 就是闺蜜的话 他也会听一下女嘉宾的想法 来 闺蜜 先问问吧 再替你的闺蜜 把把关 你有多高啊 你觉得我们张人来喜欢多高的 我猜一米八以上吧 这么不自信 我通过你这话问出来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应该会喜欢比较高一点的 你多高第一句 第二句是 您认为我们张人来喜欢多高的 是这样吧 我没回答是因为可能 我身高不是什么优势 所以没好意思说 大家都看 可以看得见 直接说就行 就一米七三吧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现场逼问她的身高吗 逼问这两个 我不会 对啊 这个是她已经逼问她了 就刚才我跟你说了 那种心理肯定是要有的 我要是她闺蜜 绝对不会去见这个男人 那现在咱就好比是 你跟张人来相亲 然后旁边有一闺蜜 来帮着张人的 来坐坐坐坐 咱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就互相聊聊呗 你性格怎么样 我性格有时外向有时内向 外向的地方在哪 外向的地方就是运动的时候 你最爱做什么运动啊 就是球类运动 就是打篮球啊 踢足球啊 然后台球啊 羽毛球都可以 哎呦 你爱做什么运动呀 运动比较少 比较懒 你关心的什么呀 嗯 你平时就是说话比较多嘛 是个比较爱说的人嘛 比如我喜欢的人 我就爱说说 不喜欢的人 可能一句话都不说 好多女生都爱研究星座 可能我这跟自己水瓶座有关吧 啊 水瓶座 你什么座呀 我天瓶 不是水瓶座和天瓶座 比较合得来 好啊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上台 但是我觉得我上台是对她的尊重 但我不见得会喜欢她 咱们来一个情景模拟 情景模拟 男女嘉宾是一对情侣 今天是男嘉宾的生日 女嘉宾今天加班很晚才回家 忘了男嘉宾的生日 得知今天是男嘉宾生日之后 两人准备一起庆祝 这时男嘉宾的前女友给男嘉宾打电话 说有礼物要送给男嘉宾 请男女嘉宾共同处理这个问题 叮咚 我回来了 今儿累不累 还好吧 坐坐坐 那个一会儿饭就好 咱们 今天吃什么呀 今天有你爱吃的 我喜欢吃什么呀 喜欢吃鱼吧 还好吧 一会儿咱就端上来 好好庆祝一下 对了 我还准备了红酒 今天为什么买红酒 你庆祝什么呀 哎 这个 这不是 快 这已经过二十七了吗 二十七了吗 今天正好是当日子呀 今天是你生日是吗 是 所以就是 今天下班早 你看我都给忘了 今天有点忙 看没关系 忘了没关系 主要你能跟我在一起庆祝就行 哈喽 孙同学 我这儿有点事儿呢 我给你准备生日留了 下来接驾吧 快点 我觉得咱俩这个不太需要了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下楼一下下就好 我亲自做的 我就把那给你就好 可能会让他解释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种情景的话 必须是我跟他一起在场 他可以带着我一块下去去接收去 这个我有个原则习惯 那个不方便收 也不适合收了 不耽搁 师姐 一点都不耽搁 我跟我 我就在你家门口了 我跟我另一半已经开始庆祝我的生日了 弟弟 我家门口了 别 在家吗 门链响了 我去看门 你是谁啊 你是谁 你找谁啊 我找孙同学 这是我姐妹 这是谁啊 这是我前任 礼物 但是刚才你从我电话里已经知道我所表达的意思了 这是刚才他给你打电话吗 对 那个 我就是来送他礼物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觉得没必要 我刚刚做好的 我只是想把礼物给他 你给你该给的人就好 因为他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的 那既然那个已经是前日了 那就断了吧 如果两个人感情足够深的话 其实其他的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外散 都是不用的吧 丹红就仅仅是张然闺蜜的这角度 你觉得他处理的怎么样 还挺好的 你是过关满意了是吗 但是进度有点太快 什么时候成媳妇了 怎么就成你媳妇的你 就 要不你问吧 待会我闺蜜 关系有点复杂 我已经在这儿落脑了 怎么样 笑语专家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表现挺好 心里姐表现挺好 尤其是那一劲 嘿 这个小胸主一挺 厉害了 老厉害了这回 就我喜欢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挺好 我还是坚持刚才在台下 我说的那个观点 就是虽然是一个情景模拟 但我觉得它还是潜移默化的 显示出了对咱们这位 张然女士的好感程度会高一些 因为如果说两人调个个 比如说咱们这两位女嘉宾 调一个个来演这个角色 我反而觉得 就如果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可能觉得 也不完全是这么来演的 说实话 我想问张然 刚才这过程你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是不是挺美的呀 对 我觉得男嘉宾这边 就是这个整个的表现 我还是挺满意的 刚才这一段 如果真实地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它是这么去处理的话 我希望是这样 但是我同时要问问李娟 会不会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 就是如果在我来说 会有一点点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本身我带她来 就是我就觉得 甭管谁也好 找到就好 大家就是爱美之心 人人有吗 男人都一样 都是外婆协会人 对 真是 没准等我俩上了 她就该凑我俩了 你们俩人有什么想要聊的 你问问人家 你要不问我可问二号男嘉宾了 你这样可不行 二号男嘉宾 主任 您好 那个张人这个类型的 你喜不喜欢呀 挺喜欢的 你听听 那你平时忙嘛 那边切话 平时有一点忙 我跟你说这男孩 也那啥 后面俩还没见呢 就是直见的什么 这男孩我跟你说 没啥馅 我觉得有心眼 都是见完了以后 我跳一样 她们的眼 好 那在后面呢 是吧 你就是都有什么兴趣爱好 就是平时就是休息的 我喜欢做一些手工啊 然后我喜欢汉服 对 就是一些 做汉服啊 对 现在正在尝试做 已经做了一部分了 喜欢比较安静自己 喜欢自己做一些事情吧 然后读读诗词什么的 喜欢古风一点的东西 就是通过就是更细致了解 可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我那个 另外一面就是比较外向的性格 你是希望他有外向的性格 是吗 对 就是可能我觉得他太静了 可能我不好去跟他融入 那你是什么意思 就决定放弃了吗 也不是说放弃 就是 但是我特别不理解你啊 就是我们一打眼 一看这个张燃这个女孩子 我们就知道 对 这一看这个女孩子 也不像这一看 就是我们很像 一看这个男孩子 也不像是 我又不像是 对 这一看 我又要 我又不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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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是 我又不像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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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两三天之后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 她是这样的吗 对 她其实和我们一块是挺开朗的 所以 其实有点像男嘉宾说的 分人 这人对了 然后就是我表现的另一名 因为毕竟是喜欢人 那可能如果刚接触或者说 确实不是自己喜欢的 那当然是更内敛一点 我跟你说她规定什么心理 因为她规定也没有男朋友 她也想接着平台 如果有这机会 她也肯定也会找 好 来说这个 这是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基本条件 我们来看一下 二号男嘉宾 齐指辉 29岁 未婚 山西人 职业摄像师 是摄像师 对 就等于是我们的同行 对 同行 忙不 挺忙的 因为我后期也做 所以还是挺忙的 挺忙的 我现在等于是在大学工作 我们学学也需要这种 活动的记录 你又不是老师 但是在大学里干摄像 对 是吧 那跟我的工作差不多 我也是记录公司的这些东西 就我也会写稿 跟着拍摄什么的 我看的一米八 八三 一米八三吧 对对 孙导 你家人旁边看看谁帅 是让我矮一点 是吧 我七八呀 个头你比不过人家 眼睛那个 虽然一般大不 人家还上眼皮 对吧 发型也差别 那观众朋友吧 观众朋友谁帅呀 觉得我帅行举手 二号帅是吧 你一听一听 他们俩比你更喜欢哪 肯定二号啊 万亭看我比较喜欢二号人类型的 个头比较高 然后胖乎乎的 当然 跟那个丽娟 你们俩看 孙导跟二号男嘉宾比 他们俩谁帅 还是孙导帅 你看 你 你 好好说 说实话 要尊重自己的内心 你俩老是帅 谁都不得罪 但我觉得那个谁 张燃的这个态度 其实多少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这个二号男嘉宾就不想闷 比较腼腆的 不好意思 你谈过恋爱吗 没有 从来没谈过 对对对 他说他从来没谈过恋爱 这事你介意吗 嗯 这是优势吧 这 可能 按这个年龄来说的话 也不算优势吧 嗯 就是 就恋爱经历太多的 也可能 不是特别 说明这人可能 不是特别专一 或者怎么样 但是 说明人家特别实在 嗯 对对对对 对吧 他提你清楚 应该说有两次 比较合适 又不多又不少 但人家特实在 没有就是没有 我跟你说这点挺好的 这个智慧属于那种一张白纸 你想在上面画什么 你就画什么 那我就觉得有点 那说明这男孩是个 老是个男孩 但是给我的感觉可能 比较内向 不善表达的那种 张燃 谈过几回啊 三次 三次 哪一次给你去感觉是最深刻的 好 就是上一段感情 上一次啊 谈得有多久啊 嗯 两年多 两年多 为什么没成最后分了呢 可能就是 对方觉得不合适吧 你们俩是什么情况 他比你大多少啊 他比我小 一岁 八八年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也是通过朋友介绍 嗯 那应该是两情相悦啊 嗯 对 很甜蜜的 然后才会有两年的时光呢 嗯 在分手之前你有感觉了吗 其实是因为一点小的事情吧 然后觉得 就是因为一点的 有一个导火索 可能把之前积压的一些东西 都爆发出来了 嗯 那导火索是什么事啊 就是因为我发脾气了 他觉得我有点那个 强词夺理的那种 无理取闹的感觉 嗯 嗯 然后 就 谁也没理谁 然后就不聊聊吃了吧 差不多吧 然后他就觉得 不合适 就不分了 后来你们俩有过联系吗 有过联系也是 就还依然是原来就是分手的状态 那你当时被我问他 为什么就不合适 这两年的时光都去哪了 可能他比较后知后觉才发现 两年多他可能才反应过来 太不合适了吧 你做过努力吗 努力了就是 你以强角的挖布田 个人一方觉得不合适 你这边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 我觉得肯定是之前的一个积累 然后的一个爆发点而已 而且情感还没到那个深的地步 给他打过电话是吧 也给他发过短信 有在他单位门口等过他 要跟他谈一谈吗 你觉得可能谈不来吧 谈过吗 谈过了人家就是觉得不合适 这个事你居然为什么也会 特别伤心啊 不好意思 我觉得他俩可能那个女孩 就白衣服那个女孩 她可能充当的那种 保护她的那种类型 我本身就是一个 很容易勾起这种感情 就是比较感性的一个人 赵然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是吗 对 她当时跑到你那儿去哭去了吗 没有 她一直是这个状态 就是很坚强地忍着眼泪 然后我说我替你哭 真的 我是忍不住的 因为我觉得开始的状态已经是 应该我觉得他们很快就会结婚的那个状态 我已经准备好恭喜她了 然后结果给我的结果是这样 确实是我觉得从我这个角度 我都很替她伤心 更不要说她了 你是觉得张然为这段感情 其实付出了很多是吗 对 她真的挺喜欢那个人的 到现在还缓不过来 分手有多久了 快一年了 如果这个一号男嘉宾喜欢那个女嘉宾的话 应该上学低个纸啊 或者是怎么样 不能站在那 现在如果她上学给女生一点安慰的话 觉得比她之前说的多 要更好 效果更好 最难的时候怎么扛过来的呀 到那种时候 就脑子里永远想的是一件事情 然后可能就是自己去给自己找事情做 然后就让自己分散注意力 不要去在意这件事情 咱说点这个大白话 你难受的点 无非有两点让你很不好接受 就是第一是对方先提的 对吧 这很正常 然后第二呢 就是你们两个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是对彼此的一个肯定感 然后到了之后呢 这种肯定感会演化成什么 就是我们俩肯定就这样了 而突然打破了一种肯定 所以你可能也是有不太好接受 无非这么两点吧 举个很不恰当的例子吧 我记得原来那个 我军训的时候 我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说我受不了了 我说您一定给我接回去 这学我不上 我都不军训了 完了以后呢 我父亲就告诉我 他说不行 你就坚持 你坚持完了 你看到底能怎么样 结果也就坚持下来之后 你再回看那个过程 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过程 就真的等这个这段时间 慢慢慢慢慢慢的淡化了 过去之后 你也有了心得对的人的时候 你再回看这段时候 就那么回事 嗯 没什么了不得的 孙岛在说的时候 孙杰频频点头哈 因为我跟张燃 经历其实挺像的 就是刚才孙岛 这个也算是谈心吧 然后他说完之后 我也瞬间觉得更自信了 嗯 不一定是错的人他 只不过他认为我不对 这个很正常 其实我也是很重感情的人 但是 我不怎么爱流泪吧 但是 并不代表我心里不痛 嗯 就是我也是 特别的全身心的投入 我没说我 就是说怎么 我做的很好了 为什么你还要离开 就是我老 特别愧疚 就是 你觉得我不对 肯定是我做的不好 我哪 嗯 不行 就是还想去 需要时间去改正啊 弥补啊 但可能对方 一个是 不给这个机会了 不给你时间了 可能在一开始 他可能觉得你人不错啊 实在啊 或者说踏实啊 可能 接触一段 咱们试一试 可能 后来发现还是不对 还是不对 在这点上 你看张燃你看 你们俩一看有共同语言了 是吧 刚才是这样 就是 你得看对方喜不喜欢你 对吧 那我光喜欢他 他不喜欢我 有什么用啊 是吗 你看我们一直在讨论啊 我们的二号男嘉宾一直不说话 就看着张燃这种状态 你不想跟他说几句吗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嗯 我觉得接下来做好 接下来的每一步吧 嗯 接下来的路上 有谁站在那等着他呀 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 彼此了解一下 我觉得他说还不不 这边跟他手 他很紧张 我觉得他说还不不说 我觉得二号男嘉宾好像有点紧张 他比你紧张说了 对对对 有点紧张 一个人站着这个地方 确确实实 你知道那没招没闹 那个感觉 就是紧张 你们俩好歹坐着 你知道坐着还可以自己拥抱自己 最起码就没那么紧张 这可到好 没看他手指抠着 你知道现在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老实吗 就是跟他在大学工作有关 你忘了就是大学和社会是两个阶段 现在在你面前是一号和二号男嘉宾 当然可以选择一个到台下去做一个更深入的沟通 我可能更倾向于一号 你会倾向于一号 那一号愿意来跟张人沟通吗 我还是坚持我的选择吧 就是因为我我特别的就是感谢他 也特别的也算是一种 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觉得像是一种朋友上的心疼他吧 但是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果断点好 因为有的时候同情啊心疼啊就代表不了爱情 所以我更希望他以后的每一天都果得更好 好我们尊重你的意思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两位女嘉宾就可以先暂时离场了 就是一号男嘉宾 总体上来说就是喜欢运动啊 比较爱说啊 这一点是还挺符合我心里那个要求的 因为我个人可能比较安静一点 我就喜欢找一个相对的那一面的 然后可是他自己可能没有自己一个准确的心理的目标 然后不知道自己真正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这一点你都觉得不特别满意 对就觉得他这个性格有点太摇摆不定了 二号会觉得由于张人拒绝了你 而有一点小失落吗 有一点 会有一点 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还有两位女嘉宾 也许会有好消息传达 相信自己 来 我觉得两位女嘉宾都挺好的 听了闺蜜的那个情感经历 我是不太好受的 其实我特别想哀慰她 主持人说你要和一号二号是要和那个谁 其实我还以为她要和我呢 我还想说那下去咱们聊一聊沟通一下 有点小失落 还挺坚决 其实我这人心挺软的 但是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改变我这样的性格 就是我不想 其实刚才在情景模拟的时候我其实是改变了一种性格 我其实原来不是这样 我根本做不出来这些事情 你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 你觉得是从我来选择吗 有这一方面 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自己是男孩了 然后应该勇敢一些冲一些 然后想法表达更直接一些轻重一点 所以就当机立断 对 但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自己当机立断的选择是错的呢 你有想过 但是 我也说不好 反正 我相信我的感觉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把二号请上来 跟她聊一聊 好不好 看是不是你有感觉的那个人 好吗 来 请上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二号女嘉宾 二号女嘉宾王爽 28岁 未婚北京人 职业公司职员 对 这个挺好是吗 有感觉是吗 我觉得那小伙子也应该喜欢这个姑娘 她其实就是特别喜欢那种外向的嘛 问王爽的妈妈来 阿姨你好 您觉得台上这小伙子怎么样 嗯 只要她注意就行 这个王爽是个什么脾气性格的姑娘 这孩子特别踏实 嗯 纯粹说一不好听的就是北京妞吧 什么花肠子什么的没有 嗯 特实在 嗯 而且有什么说什么 那北京妞就大大咧咧的 对 就是所谓有点二 不加思索 什么都说 想说什么说什么 但是她 她特踏实 不像外边 那个老初见啊 所谓的就是风 嗯 咱们 宅在家里是吧 对 我会偶尔会看一些书 但是也会旅游 喜欢旅游 对她喜欢旅游 哦 刚刚回来 去哪儿了 新加坡泰国 这是在哪儿照的呀 这是 这是在泰国的拜县 它离清迈大概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是一个小的城镇吧 这是谁给你拍的照片啊 这个是游人 因为是我自己去玩的 所以我 自己去的 对 对自己 你胆够大呀 是因为没有男朋友是吗 呃 一方面是这个原因 第二个方面 我觉得一个人出去的话 可以见识更多 然后也能跟更多的人聊起来吧 我自己就 这么多年 我自己没有出去旅行过 因为我爸这人不分东南西北 专项 然后我怕丢 阿姨你放心他一个人出去吗 真不放心 你女孩子 之前告诉你了吗 他自己 没有 那您怎么知道他自己 我们俩一块天天的哈 我是早晨 你跟我沟通一下 晚上跟我沟通一下 我就踏实了 但是 我一看相片不对 你怎么老是一个人呀 比如跟谁去 最起码的有 有几个人留念 我一问他 他说 我们一块的给我照 我说不对 他爸说一定有问题 后来我说 你就实话实说 没关系的 他就说 我自己来 由我来说吧 是这样 就是当时呢 出去的时候 我也没跟我妈去解释 她一直也以为 是我跟闺蜜出去 结果 她那天给我发信息的时候 正好是我从曼谷的机场 到曼谷的一个大皇宫的景点 在那个公交车上 堵了两个多小时了 还没到呢 然后她给我发信息 她说怀疑我 是我一个人 还是跟朋友 我说 我刚开始是跟朋友 然后她说 那你发一个 你跟你闺蜜的照片吧 我说 后来我说实在瞒不住了 我说是我一个人 然后我自拍了一张 然后发给他们 然后给他们看一下 然后确保一下我安全嘛 然后跟他们说 我现在正堵在去景点的路上 您听到那消息的时候 但是我一听这个 因为她这孩子自己特有主意 我说既然去了啊 我只能说支持你 一定一定安全第一 别的没有吧 她妈一开就是那种 通行达理的 你只要不做什么坏事 肯定是可以聊的嘛 自从知道她一个人的时候 您不就更担心了吗 但是我觉得她既然她有把握去 那她又心有成熟 她跟我说了 这样在外 军令有所不从 我也没办 咋地咋地吧 对 反正我就自己了 对 所以我说 就是第一条安全第一 别的无所谓 你还是自由行是吗 对 所有的飞机 还有旅店 都是我在国内订好的 然后来往的飞机票 然后行程攻略 都是我自己订的 自由行和女华 你都很偏大一点 自由行 我也比较喜欢摄影 你可以 你最先去 你开了什么 还在这里去拍就行了 你要是给拍的话 你可能就 孙杰你看看 这个是在新加坡的 它的动物园里头 然后当时的那个 谢氧元 他把蛇 然后放到我身上 说问我敢不敢 我说可以 然后他帮我拍的 你胆够大的呀 孙杰你敢吗 这个我不敢 现在想会觉得挺可怕 看情况吧 没准当时一激动就敢了 我肯定不敢 让他在我身上来 肯定如果是跟女朋友 如果他也害怕的话 我会 关于人不怕呢 像王爽人不怕呢 怎么办 还说老公老公来 咱俩合战影 我还是给他照相嘛 这蛇挂脖子上 什么感觉啊 就是挺滑的 然后他也比较 因为他是冷血洞 比较凉 然后挺滑的 你不怕他咬你啊 不会啊 他是没毒的什么 我不知道有没有毒 但是既然他能放到 游客身上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安全的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这种 就是开朗啊 外向一些的 我现在觉得我有一定的能力了 我也希望能完成我自己的一个心愿吧 我希望我能每年定期去国外旅游一下 然后完成我能周游世界的一个梦想 我觉得特别好 其实我接下来我有这种计划 孙姐可以满足他的愿望吗 如果你们俩走到一起的话 我也挺喜欢旅游的 你也喜欢旅游 对 这样吧咱来做一个模拟吧 好不好 情景模拟 男女嘉宾是一对情侣 一起外出旅游不慎迷路 饥寒交迫的男女嘉宾遇到了一对夫妇 他们有水和食物 请男女嘉宾想办法 让这对夫妇把他们的食物 分给男女嘉宾一些 吃完食物 刚好有人开车经过此地 男女嘉宾请车主带他们离开此地 来 你喝点水 哎呦 这是累啊 你说这次咱出来 真的是要玩儿痛吗 之前咱们自由行的时候 做工业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怎么会突然迷路 对 我看他们有吃了 要不咱们 还行吗 你说他们吃了什么 在这里咱们 咱们应该自己带的吧 那什么大叔大婶 咱们 那个 你看那个 我女朋友 我们出来一块旅游 您看这个 我一看您 二位就是当地人 对这个 环境非常熟悉 我们就是 玩儿的时候突然迷路了 不是 我们也是游客 我们也是游客 我们现在错离了吗 我们也是游客 谢谢您 那个我们都挺饿的 要不您让我们吃凉口吧 你真饿 对啊 我们真挺饿的 他也特别饿 对 这东西这不是 咱三天的饭呢 您不知道我这人抠门啊 啊 又 不是 这三天的饭 我跟你说呀 我跟你说呀 不是 哥 哥 这么着 我还行 您给我这个 女朋友吃点行吗 可以 咱俩三天的饭 您说我这给拿了 我这都拿了三种 我就咬这么一点 我不是怕 后边没饭吃吗 不是 说句心里话 你知道我们这口子吧 他妈 他哭不出声 所以呢 别叫说给了您吃了 当时咱打起来 不是 我们这旅途也特想愉快 别叫说 都没愉快 没愉快成 咱那外事一会就追过来了 他也是出门什么都不带的 哎呦 没关系 大哥 那个您看这样行吗 我们现在挺饿的 您先给我们两口 然后出去了以后 我们再请您吃大餐 您可以吗 老龄子 咱这生产老龄子 咱三天出得去吗 大哥 您告诉我们 您知道怎么出去吗 我们现在也迷路了 哎呦 是不是 出去啊 你问别人吧 咱们走 大哥 要这样吧 我们跟您走吧 然后那个您给我们 那个两口吃的 然后我们吃饱了 跟您出去 然后出去以后 我们请您吃大餐可以吗 我不就看那外事儿吗 那外事儿过来就不 您说您想吃什么 到这出街后 我们请您吃大餐 咱们也没拿一个钱 你吃大餐 我没有钱 我们请您 咱搬一块 那您给我们这个吧 我给你给你 没有 这个挺整的 来 给你张开嘴 张开嘴 你张开嘴 我脸皮厚 你行吗 老师 可以 大老师脸皮更美 咱们得想办法出去 你找我 师傅 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这大碗跟着做的有什么 您会说中文的 我不英文你会嘛 我先生 那个 看来是 可能老师吧 你快说别吵词 什么事儿 开车有事儿呢 我们迷路了 您能不能 择我一段 这是你女朋友 是吧 你那女朋友可以 你咱等我 咱你操我等 这也不行 为什么呀 那你们我告诉你啊 说实话 这条路一般不过车 要不过您三天也出不去 你是你男人啊 你可以讲秀的 来 进来 上车 走吧 这个 我别的 都在这儿了 这个 大大哥您那什么 您就拉我一段吧 你欣赏自己救女朋友 可以 嗯 那我不欣赏 不欣赏 因为我带她出来 我得对她的安全啊 你怎么知道 我带她出去就安全了呀 就安全了呀 您要单独带她走 我肯定不放心 那你看 你要求我 你又不放心我 那我就心里不平衡 不是 我是我们两个人求您 我这车只能坐一个 你看这小车只能坐一个人 他开车 我坐后备箱 给您留个地儿 不是 不是这样 我们这个交通也是很严谨的 这个不能伪装开车 坐后备箱是违反的 我们是不同意的 你没听明白了 让你去坐后备箱 我的后备箱是吧 干嘛呢 那是 他有下照 那又不是我的后备箱 什么理由 这是 您看您这位子 肯定能坐下 您看我这么瘦 也不是说什么撞人 是不是 哥 要不这样吧 你先下车 别动手 对 是 哥 你这样 你先下车 对吧 然后你一进去 然后把我们看着我 走 咱俩走吧 走 咱俩 我觉得他们俩还真挺厉害的 对对对对 您看吃的人也吃上了 车人也坐上了 首先你们俩对对方的表现满意吗 挺满意的 你呢 我非常满意 可能他旅游经验比我丰富 经验要比我多吧 你对他的表现是非常满意 是吧 对 你不怕这样你们俩成了的话 以后家里都是他做主啊 这个没什么 什么 可以 你看孙杰终于碰到 让他碰然心动 对 眼都红了好久了 他上台我看到他之后的感觉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特别外向的女儿 我还是更喜欢这种开朗啊 外向一些的 不过话说过也来了 今儿不光你来了呀 我再问问人家2号呢 2号有没有对王爽的印象也不错呀 2号 你好 见到这个王爽啊 对他的印象又怎么样啊 我觉得他性格特别好 我挺喜欢的 他们俩的职业还有点相似性的 对呀 都是做宣传啊 然后他也要编辑做后期嘛 所以你找个摄像 就直接找2号就可以了嘛 对吧 2号 你好 主持人 怎么样 要不要再次跟孙杰PK一下 我想上去 竟然碰到强度的时候 哎呀 虽然我们2号不言不语 但我们2号绝不放过任何机会 嗯 你这次的状态怎么样 那刘长他上了 这事不是由你决定的 我是说你对王爽的印象 印象挺好的 人家2号已经迫不及待的上来了 来来来来 赶快把2号男嘉宾去 看 2号男嘉宾 齐志辉 29岁 未婚 山西人 职业摄像师 老师傅你好 又上来了啊 欢迎你 女嘉宾好 这男的够高的 1米8多个 1米83 在第一轮当中 张然是拒绝了你的 对对对对 对刚才说有一点小失落 是吧 是是是是 怕不怕这位王爽又把你给拒绝了 不怕 真的不怕了 对 我们的王爽哪一点打动了你啊 我觉得他性格特别开朗 而且他自己去旅游 其实我接下来也有这个想旅游的打算 我之前一直就是特别想出去旅游 但是我一直没去的原因就是我老是我一个人 嗯 约朋友吧他们又特别忙 所以如果有 在另外一半正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人连计划都做好了孙杰 我好像也有计划 打算去哪啊 打算挺喜欢有海的地方 你打算去哪啊 嗯 我打算是先把国内的处名的旅游店 就是 逛逛便了 之后再去国外 所以你的意思是 看王爽想去哪啊是吗 反正你去哪都行 对我就商量 嗯 我我也是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说 开心快乐 就是去哪都行 现在这种不都是基于最开始的感觉吗 你要说真定了你在劈腿那是花心 现在这个情况 很像一号的哥们不也是一样 姑娘长得漂亮就喜欢一聊 不合性格 吹 来这样吧 咱们来做一个游戏 往上出去 还得让游人给拍张照片 好不容易到一个美美的地方 好不容易我们穿的美美摆个pose 然后拍照片巨难看 有可能 游戏一个人的手 所以咱既然带着男朋友出去了 他们这个作用是必须要发挥的 来谁先来 我先来吧 来 二号 别人设计 完了 你输定了自己 我刚才说了 他肯定赢 你看他这姿势 他不是站着拍的 这首先从下晚上拍就是好看 来 一号 好 再笑一点 都笑成那样了 还得再笑点 因为他笑起来很好看 行了 好 我们来看看两个人的大作 这是我们智慧拍的二号男嘉宾 这都是二号男嘉宾的作品 来看看 就孙杰拍的 哎呀你看 他笑的不一样啊 你觉得谁拍的好啊 我觉得如果从专业性来看的话 还是 齐智慧拍的更 构图会更好一些 但是那个一号男嘉宾拍的那个 可能人物更全一些 然后背景都比较全一些 都还好 他喜欢二号的那个个头 个高当然好啊 看着多少安全感 忙少可以就你感兴趣的问题 再问问他们两位 呃 当下在那个等待区的时候 听到男二号嘉宾说自己 就是可能已经到了28岁了 但是恋爱经历可能还没有 对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 嗯 你相亲过吗 相过一次亲 啊 那是什么情况啊 就是去年的时候 和几个朋友一块工作 他就问 哎你就是有女朋友吗 我说没有 那正好就是他媳妇的同事也是带生 那之后就联系了一下 就是吃了三次饭 他可能最后觉得可能还是不合适吧 但我听说你也有相亲的经历啊 呃有 那个是大学的那会儿了 就是那时候还比较小嘛 然后不太懂事 然后室友给介绍了一个 然后我就不太想见 然后就故意穿的比较土 然后就去了宿舍了 然后他们说既然你穿的这么土 我们帮你打扮吧 然后他们拿出他们的比较时尚的衣服 然后拿出那个做头部的工具 还有化妆给我打扮 然后带着我一块去 成了吗 没有 后来他可能男生比较高兴吧 然后又有朋友在 然后喝酒喝的比较多 然后那时候我不太喜欢喝酒的男生 然后后来就没有再联系 王爽谈过几回啊 呃一回 就是在网上聊天认识的 嗯 因为他是来国内的留学生 然后后来他回国了 所以就慢慢的就断联系了 嗯 然后就这样 你们俩谈了有多久啊 呃三四个月 其实情感经历也是比较简单 对 也没有认真地谈一场 像张燃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 嗯 其实挺遗憾的哦 所以一定要补上这课了 是吧 希望你碰到的那个人 是两个人相亲相爱的 嗯 好吧 好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需要问他们 哦 我暂时没有了 因为我当台在后面等待期的时候 听一号男嘉宾跟前两位女嘉宾聊的过程中 也了解的比较多了 所以暂时没有了 但是你妈妈有一个问题 刚才问过我哈 就是要问问 知灰嗯 是哪儿的人 嗯 山西人 是山西人 那以后我们是要在北京扎根的 是吗 对 哦 不会老家了 对 要留在北京 孙杰是北京人 嗯 对 嗯 现在家里的状况是什么呀 呃 这个 这个 您 说到我心里都痛楚了 其实我还是挺故作坚强的 包括那个 我前两次 也是这三位老师 但是却少了一个人这次 是怎么回事啊 嗯 我父亲 去世了 其实 马老师 王老师和孙老师都见过我父亲 长得可年轻了 而且呢 可积极乐观那种 小伙子似的哈 对 而且他也挺新潮的 啊 可潮 可年轻 所以他一说我就傻了 在2015年5月11日播出的节目中 孙杰的父母陪他来到了选择的舞台 嗯 我很热爱我的家庭 嗯 平时我们在客厅的时候 也是嗯 经常谈心交流 嗯 在欢声笑语中气氛是十分容下的 嗯 非常和睦 非常幸福 我希望我以后的家庭 嗯 也是这样 那个过生日的时候啊 说我都不知道 然后就第一个蛋糕就 就回家来了啊 进门就说 爸爸祝您生日快乐 我当时挺感动的 今天 孙杰又一次来到了选择 和上回不同的是 他的父亲 永远离开了他 走了有多久啊 三个月吧 就是挺突然的 当时怎么发现的呀 你在身边吗 嗯 我发现了 就是反正已经 就是 这父亲没起床 你去叫他是吗 对 呃 当时已经 呃 四肢 僵 僵硬了 所以当时 你第一反应 你做了什么 打 120 110 其实是希望 120 看能不能救他一名 是吧 嗯 这瞬间确实觉得 嗯 要完了 因为 我妈当时也在住院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成熟 你 父亲多大岁 嗯 六零年 五十五岁了 好年轻啊 别人也说就是 丧富嘛 就是对男孩来说是一笔财富 但是我 宁愿不要这份财富 我希望就是 嗯 其实我再不成熟 我也希望 他能在我身边 叫到我 家里的顶梁柱 没有 天都得烫 嗯 所以突然家庭的担子 就在你身上了 真不一样了 本来我也想改变 可能这是 更加是一种契机吧 所以我现在有点理解 为什么你在 见到张燃的时候 就一开始是很有感觉 后来突然发现 可能不是你要的人 就很坚决的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张燃可以选择一个 到台下去做一个更深入的 沟通 所以我可能更牵涵于一号 那一号 愿意来跟张燃沟通吗 我还是坚持我的选择吧 我特别的就是感谢他 但是这种事情 我觉得 还是果断点好 红情啊 心疼啊 就代表不了爱情 其实是跟这样的一个 变故有关系的是吧 嗯 就是我其实心特别软 就我特别不喜欢 去伤害别人 无论是用什么方式 但是不能因为 嗯 某种其他的那情感 来去跟爱情混淆 这也是对对方的一种负责 爸爸现在不在了 妈妈今天没有来到 我们节目的现场 其实我是特别想 让你对着爸爸说几句话 老爸 其实我挺想你的 以前呢 嗯 你的性格挺内向的 我呢 嗯 沟通的跟你比较少 嗯 有时候也老让你生气啊 或者不听话 这就可能让我更明白 就是有的时候 真到 真正失去的时候 才懂得什么叫珍惜 无论就是 以前 让您多么多么的操心 我永远都是爱您的 请您放心 我会照顾我 我 我妈妈和您 妻子的老伴 以后呢 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儿媳妇 您对我也放心吧 我们 时不时的也会经常去看您 孙杰讲的一段真的非常遗憾 因为当时 录像的时候 我们那种感觉啊 整个一家人特别和谐 嗯 但是转眼 人就 离开了 那我想 对所有 看这期节目的 听到 孙杰描述家庭这个变故的朋友们 说几句话 无论我们什么状态 我们首先 不要永远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 在人生这条路上 我们真的 无法把控未来会怎么样 好端端的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就醒不过来了 那么在 父母在世的时候 可能他们身体真的非常健康的时候 我们做儿女的 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 不要给自己留下很多遗憾 当有一天我们在想 为父母做些什么的时候 可是已经没有人 能够接收到那样的一份声音的时候 真的是太遗憾了 我觉得 呃 人就是这样 可能真的说 您说亲人 亲人逝世之后 说咱们再花什么样的 金钱 再怎么样的去大张旗鼓 去做这些事情 那都是给活人看的 没有意义 还不如说在老人生前的时候 多做一些陪伴 多做一些关心 就其实在这我想劝一些 可能跟我年纪相仿的同龄人 有可能呢 咱们这个年龄 正是独生子女的年代 然后呢 可能真的都会有一些 自己独特的小脾气 也会跟父母有一些 自己的小矛盾 但是这些矛盾 真的能大过亲情 和大过你终身的遗憾吗 我觉得可能不能 所以朋友们 您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 回家看看 有的时候做儿女 由于我们年轻啊 岁数年轻是体会不到 一个在走向衰老的 一个人的那种感受 就她将面临的是 会让她觉得 越来越孤单 或者越来越恐惧的状况 其实作为子女的 所谓的陪伴的意义 就在于这儿 给她一点点温暖 我特别想听听王爽的感受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 其实也是一方面 我父母一直在催我 在去找男朋友 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是父母一直在说这个问题 我在考虑 我说可能就像马老师说的那样 就是父母的想法 做儿女的要孝顺他们 同时也要顺从他们的意思 所以呢 我就改变了我当时的一些想法 我来到了这个节目 然后同时我也看到一号男嘉宾 在说到她的事情的时候 我能看到她的那些眼泪啊什么的 我也特别的感动 但不管怎么样 是为了父母也好 自己觉得真的要踏上 自己人生的另外也罢 今天我们来进行一个见面 一个沟通 最终还是要做一个选择 那对于王爽来讲 一号跟二号 你愿意跟谁做一个更深入的沟通 可能是二号吧 是二号是吗 好 这不是最终的一个选择 但是我 我觉得可以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多的机会 来沟通一下 不管怎么样 祝福孙杰 我觉得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的 即使不是今天 一定会有的 咱们先到观察室里去带一会 好不好 通过变故吧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就是健康和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我觉得作为一男人来讲 有两个对于自己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女人 一个是我生活养我的妈妈 一个是以后我们陪伴我一生 我们互帮互爱的妻子 我也希望自己赶紧找到我合适自己的另一半 早日成家立业 让天上的父亲还有现在的母亲都放心 刚才王爽有一个问题 就觉得怎么就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谈过恋爱呢 你看咱要个有个 要模样有模样 其实工作也还不错 对吧 就是没遇到 是没有遇到 你喜欢的还是咱老是不好意思 我以前有这个毛病吧 就是不太爱说话这种 因为以前是做后期嘛 完了之后也做电视包装这块 我觉得二号男嘉宾和二号女嘉宾有匹配度 通过他们俩刚才沟通 二号女嘉宾对他更青睐一点 三位张家老师会觉得他们俩的匹配度怎么样 因为从外形上来讲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我倒感觉呢 本身男孩子格高呢 就自然而然就会加分 女孩会觉得跟他走在一起的话 会有安全感 其实我认为一号男士 认为孙杰 他的那种状态 我其实认为跟你比较搭的 但是你选择二号呢 肯定是看中了其他的一些方面 确实您说的不错 我确实是觉得第一 我是找男朋友 我希望他能在一起五以上 然后呢 体型呢也是那种比较转高高大大的男生 而且我可能有一点是啊 我比较活泼开朗 我希望我找的男朋友呢 也跟我的性格是一样的 也能是那种外向型的 然后能跟我聊的一起 尤其是北京 就是胡同里的孩子 因为可能孙岛都了解 对 就是北京坎大山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那种的状态 对 两个人在一起 是那种的一个状态 你看你也提到了 我也说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 就是无论说是 你怕是这个地域文化上的差异也好 像你刚才说你提到 你喜欢时候跟北京那种 比较好玩的男生在一起 对吧 那你会觉得 沟通会有一些不太顺畅的地方 有没有这种感觉 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但是我跟我的同事 就是工作过程中 因为我的同事不可能全都是北京的 他们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那他们也在北京待过很长的时间 所以他对北京的一些文化 包括北京的开玩笑的方式 他们也是很能接受的 所以我跟这样类型的人的话 交流是没有问题的 对 真的不是问题 对 而且有的时候这种碰撞 其实还是蛮有趣的 没关系 我觉得可以让王爽再考虑一下 对对对 因为咱们是最终的一个选择 那这样我们将王爽先到观察室里去 好 然后我们看最终能不能成功 好吗 好 来 这边 可能他给我的感觉性格比较闷 我在台上也说了 我喜欢那种比较开朗型的 就是像孙岛那样就是画比较多一些的 然后性格开朗一些比较外向的那种 我希望他孝敬父母能跟我玩得了一起 然后感情啊思想啊就是人生观价值观能比较统一 这回我相信你应该是那种真的在自己熟的圈子里挺活跃的一个人 对 因为干这个行的不可能不活跃 这是因为跟职业特点也会有一点关系 因为就没有那种跳跃的思维 那种一个灵动的角度 我觉得还是干不了这行的 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在这一点上 其实不必质疑指挥 只不指挥没有谈过女朋友 然后又因为找女朋友来到这样一个很公开的场合 是会有一点小紧张的 所以没关系咱们调整好自己 然后来迎接下一位好不好 好 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然后一个大帽子的小美女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三号女嘉宾 娇娜 29岁 未婚 黑龙江人 职业 广告公司总经理助理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我爸以前是做房地产销售的 然后呢我是今年刚转的型 因为做销售吧就是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然后就考虑到个人问题嘛 所以才选择这个职业 做销售还你说不错呀 收入最起码很好啊 尤其是做房地产销售 还好吧 我跟你讲 娇娜是很能干的 她当时做过一个大单是吧 对 然后那时候卖的是一栋鞋子楼 一栋鞋子楼 你一个人卖的是吗 对 就来一客户一下买了一栋是吗 对 非常有能力 太强势太能干了 有时候也不好 就是有利有利吧 我的运气是特别的好 他们都是爱笑的女生运气好 可能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 就是运气特别好 就是我是刚 因为我们那时候刚上岗一个月 然后就开了这个大单 是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过来的 他们穿的特别不起眼 然后当时我们接待的时候吧 就是也没有特别详细去聊 所以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 说就买一套 然后后来聊聊聊 他说要见领导 说要买一栋 然后后来就这么这样 那这一栋从你手里买走 你直接成了销灌了吧 对 到项目结盘也是销灌 一栋楼4.2个亿 你能拿多少 4.2万吧 那这一栋楼你卖签合同 签一个合同就可以了吧 不是 那个我们的是一共是60套 60套房子 然后一共是300本合同 然后都是客户 我们客户是首签的 一个字一个字签的 而且是一本合同是50多页 然后每页都要签 天哪 都得签多少 然后我们这一栋楼是签了339吧 然后都没睡觉 没喝眼 我希望她如果是这样类型的女孩 在外她怎么强势都行 在家我更希望像一个单纯简单的女孩一样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到了北京以后 你就转了个工作 是吗 也不是 北京以后依然做房地产的工作 最近也改的广告公司 对 我是今年刚改的 因为我们家也是 因为父母都在北京现在 他们在评股 然后就是 我呢就是刚刚也是09年 也是刚开始接触的房地产 然后今年就是确实耽误自己个人问题了 然后今年刚转的行 你说你们老板得多伤心啊 当年的销馆 为了找智慧 把那个那么好的工作都不干了 是不是 首先她的外形整体就是 我比较喜欢一些个头什么的 因为我的个子比较高嘛 你有多高 近高168 来来来 我们的三号亲友团 这一看这一大美女 那肯定就是小美女的妈妈了 是吗 对 我是她妈妈 怎么样 两人外在看上去 挺搭的 还可以 是吧 您在这做了可看了半天了 对二号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嗯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哎哟 这画里有画呀 这说明这关过了是吧 您闺女以前带男朋友给您见过吗 有过一会儿 那小伙子你当时觉得怎么样啊 看着当时也不错 啊 后来 也是两个就是性格吧 啊 可能也出现了问题 她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特大女子主义 然后特别女权的那种 但实际生活中她可能就是特别想女人的那种 我问你啊 智慧 刚才跟王爽站在一起 跟焦娜站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好像三号女嘉杯更加开朗吧 更开朗一点 是吧 她说我我这人嘛就是爱笑 嗯 特别爱笑 是啊 一天上来就没合拢嘴 应该比较爱打扮 爱漂亮 然后性格比较开一点 但你发现没有 焦娜跟别的女孩子有一不一样的一点 对 我就觉得她性格比较开朗 嗯 嗯 完了人长得很漂亮 我就觉得太好是吧 是 你现在越来越有状态了 反正我挺喜欢的 不错不错 真不紧张了现在是 你发现焦娜哈 这张照片里戴着帽子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也戴着帽子 哎你是特喜欢帽子吗 对啊我是帽子控 就是家里面帽子 现在吧有差不多有20点吧 然后还有送给朋友的什么的 这你看照片都是 这都是你的帽子呀 你是不戴帽子不能出门是吗 不是 就是喜欢 就喜欢帽子啊 哦 就这样的 因为我们家老二就帽子控 嗯 大概也有个十几二十顶啊 她小嘛 她十岁嘛 就特别喜欢帽子 然后比方她穿了一身衣服 她在盯子前面不照 戴着帽子且照的 好 她可能更关注的点 就是帽子她会吸引一个人 朝她的脸部上 就她本身这种人是比较自信的 她希望标新的意义 希望和别人不一样 可能性格中还是一个比较活泼外向的感觉 刚才妈妈提到了之前的一段恋情 之所以都带给妈妈看了 那一定是挺认真的了是吧 对对对 那段是谈了多久啊 那段谈了比较久 谈了三年吧 分手也是可能就是双方嘛都有原因 因为那时候也比较小嘛 就可能比较任性一些 就脾气可能会可能不好 正常就可能因为一些小事情 闹点别扭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是 她就是找别的女孩了 当时其实你们俩没有分手 对吧 对 她是这样 就是她吧 以前就是可能就比较爱玩那个游戏嘛 然后是她的一个网友 你怎么发现这个事情呢 我是无意中就是玩电脑嘛 然后在那个QQ中发现的 看到他们谈话了 对 就是特别暧昧 就是什么亲爱的呀 这什么的 她都叫亲爱的了 如果你普通的爱爱 你吃饭了吗 怎么着那个是同事或者朋友 那你一上升到亲爱的 那我就觉得这性质就变了 所以这东西你再怎么解释 你可能她是身体没有出轨 但是她精神已经出去了 那你没有去问她吗 问了 然后她说是就是 就是不是认真的 那我觉得哪个女人也接受不了这个吧 你再是不是认真的 我觉得就是心里 最起码她心里也是出轨的 后来你怎么处理的这个事情 后来就直接就和平分手 直接就分手 直接就分手 嗯 当时因为我那时候 也说白了就年龄比较小嘛 然后再一个性格比较任性一些 但是后续的话就是 就是我为她也改变了不少东西啊 刚开始跟她认识的时候 就是我什么都不会 这么洗衣服做饭呀 收入屋这些都不会 但后来我是 专门是买了几个好几本书 然后专门去学这个做饭 然后每天呢 就换着样子给她做 哎呦 那现在处意了得吧 嗯 现在是 因为我闺蜜 因为我现在跟我闺蜜住一起嘛 然后就是去年过年的时间 我也有时间嘛 然后每天晚上都给她做饭 哎呦 太幸福了 就是我特别就喜欢就是 我做完饭以后 然后人家就 就看那 我就看他们吃饭的时候 嗯 就是特别有满目的 真的 在这边我觉得智慧一定会做的特好 是吧 如果你未来的一半做饭特好吃 你会怎么夸呀 嗯 我其实就是一个挺爱吃的人 哈哈哈哈 你会做吗 嗯 会做一点吧 嗯 就我问你 会怎么夸人家 就是做得好 哈哈 怎么了 怪不得你没女朋友呢 是吧 你要让孙导怎么夸呀 这媳妇 挺想找一个就是会做饭的 人家做饭的时候 你给打个下手 嗯 切个菜 洗个盘子什么的 是吧 我觉得这种特别幸福 一块做饭 之后一起吃 我觉得特别好 这样也能品尝到幸福 还能跟他身上学一学 往后多提他分担 嗯 那这样吧 咱们进入今天最终的选择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 好吧 来 摇一下手不停 打开微信 点击菜单发现中的摇一摇 然后点电视 同时摇动手机等待识别进入互动页面 从早晨六点到凌晨两点 您随时可以参与讨论报名活动回看节目 还有每天一百次的抽奖 衣食住行各种惊喜等着您 锁定生活频道生活天天有礼 今天啊 我们五位年轻人来到节目 这个过程我觉得展现的也非常的充分了 不管是孙杰还是智慧 那要看看你们今天最后的战果如何 来 孙杰 把你的玫瑰送给谁 嗯 不好意思 我放弃 嗯 有些经历让我就是考虑和 嗯 更长远更多吧 嗯 就是我更遵循内心的那一份感觉 好 我想经过这样的一个变故之后 对你来说一定是成长了很多 所以自己想要是越来越清晰了 所以我一直在说 幸福离你不会太远 好 祝福你啊 谢谢你 来我们的指挥 你的玫瑰花送给谁呢 那我写的三号 好 来三号 好 这样一朵玫瑰 我们的三号 接还是不接 嗯 对不起 嗯 对不起 没事 为什么呀 我比较喜欢那种大男子主义的男孩 哦 哦 对吧 你喜欢被管理 要管理别人还有点不适应 是这意思吗 哦 这就是孩子谈恋爱 是吧 这要结了婚 你问问王颖老师 到底哪种老公好 对啊 听话的好啊 啊 对啊 对 对 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关系 是 就是 每一个人 有他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喜好 一定会有喜欢你这种 而且会觉得 哎呀真的太好了 我以前没碰过这样的一个男朋友 任何一种类型的男士 都是有优点和缺点 不能一头非要扎进那种里面 知道吗姑娘啊 她替你拿主意的同时 有的时候她也不会给你空间的 明白吗 好 来 敬重你们 今天虽然没有选择成功 但是 对于我们三位专家老师讲 我想也是这样的 嗯 其实 是不是选择真正成功了 对我们来说 没有那么的重要 对 其实这样一个展现他们能力 和这个风采的一个舞台 可能 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对 而我们帮助他们完成这个事情 对于我们来讲 内心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对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那今天的选择大约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会 经历半年的等待 我父亲给我报的名 嗯 在五月份的时候 挺珍惜这个这个这个机会的 嗯 当时编导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对 你说挺忙的 可能这期节目就赶不上了 终于来到心中的舞台 但没想到你今天怎么就来了呢 我昨天晚上买了一个那个机票 也是也是临时决定的 缘分不期而遇 呃 其实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不是说现在这种印象 是刚开始我来这个 陆景峰之前我就看见他了 他打一车来的 他是否会遇到心中的白马王子 我我刚才以为那个那个男孩 我以为他是那个马导演 我说哎 我导演长得挺帅的 哈哈 当两人还没相遇 爱情战斗已经开始 我在青岛有几套房 资产过千万 这是您说的吧 是吧 对 然后还有好大一笔存款 嗯 就姑娘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啊 感觉非常好 嗯 你愿意上场和一号先生同台展示 竞争一下吗 好的 愿意吗 愿意 声音不够大 愿意 来吧 他到底花落谁家 敬请期待 啊 这个 你这个 太大了 我这一个人吃不了啊 你问你要大这个吗 大一点 就那一个吗 好 没人吃了 我好 你这个 我好 我好 啊 啊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 相知更晚 一见如故那一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